各位朋友 你們好 這段影片回應之前兩段影片 即是濟州島的劉太太的事件 以及上一段可怕終極的影片 首先我回應濟州島的事件 在這段影片開始之前 都是禮拜要講講 以下所講的都有敏感的問題 如果不是太適合聽的朋友 請如玉部 我這段頻道希望帶給大家正能量 以及一些比較正義感 多一點的事件 不想太多負面的事件 接下來我先講講這張相片 這張相片是在香港 在清水灣拍攝的水平線日出 即是太陽在水平線日出 每年大概入冬的時候 都會出現多一點 不妨大家喜歡看風景的朋友 都可以多些去 可能這個月尾已經是 好 我們馬上開始講講今天的話題 首先要回應觀眾朋友的問題 有位觀眾朋友在濟州島事件 他就說 難道全部外國人 見到有人心近視 不知道是不是要拍攝我 心近視 就會認為 全部香港人都有心近視 不要掌他人志氣 掌他人志氣才行 滅自己威風 這位朋友當然他也有不同的見解 我這裡包容性很大 只要大家有禮貌就可以了 我回到分析 其實劉太這個事件不是這樣的 當然現在大家都希望淡化 但我看到這樣的留言 我也想回應 因為這件事 第二 其實在韓國隨時都有外媒的報道 其實一個報道 如果是新聞形式出現的話 甚至乎當地的 即我們香港叫港民 他們當地是可能叫韓國文 即港民版 我們香港叫港民版 但韓國是可能叫韓國當地版 那些記者 他多多少少都會報道一下這些情況 否則也不用搞到這麼嚴重 是滯留那麼久 其實這件事是一個違法事件 是一個刑事事件左右的事件 就不同這位觀眾的觀點 你剛才所說的觀點 就是看見香港人心近事 就認為全部人都心近事 其實你是想拍攝一些東西 就是這件事其實都是其中個別例子 近視就不同犯罪 近視是沒有罪的 好像我近視 我近視是因為早年 我對著大學歸的螢幕 你知道以前電腦的螢幕 那時沒有保護意識 尤其是你以前看大學歸電視時 沒有保護意識 即是沒有現代化的知識 那時不懂得保護眼睛 加上我本身是遺傳的 因為我爸爸很深近視 他就遺傳給我 我小學已經是800度近視 你想想一路累積上去 現在當然是千幾度近視 很深 都真的沒有眼睛看 我都很想 看看有什麼辦法可以真正去治癒 因為你知道近視是拉長 把眼球拉長了 以前俄司說有個手術 就可以在眼後面的肌肉割兩刀 令到它鬆弛一點 把眼球拉長得圓一點 近視便會醫好一點 但當然 這麼久都沒有試這個手術 亦不敢試 因為怕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觀衛論點 這個又不要扯好那麼多話題 近視是一個關乎個人的東西 不是罪 但是那個事件是罪 因為罪是一個極度負面的東西 它是直接影響香港的形象 我看是香港的形象 但是這位觀眾朋友 可能沒有心思熟慮到那麼厲害 因為可能他未必足夠社會的觀念 可能沒有對社會有責任性 甚至乎好像我們這一套人 我們有時會去做義工 例如我年輕時 都會參加以前的基金三十 和扶貧 那樣東西 然後開支年紀越大 工作越來越繁忙 就少了一些 但是都有間不間中去做義工 近幾年因為經濟太差 我真的沒有去做 因為這幾年要營運一間公司也很辛苦 身心很疲勵 那麼 官物論點 之後如果經濟再好一點 又會再去做 這位觀眾朋友 他可能也沒有那麼大的社會責任 因為如果你對地區有愛 你是想鞏固地區的形象 即是你一個正常人 都想那個地方是風光 威水 但是現在香港人 的確有很多人是有病 那些叫做Mine Control 是一個戰略上的Mine Control 這個因為關乎更敏感的問題 如果觀眾朋友 有些耐性的話 我會在之後再說 因為現在還未可以說 可能要過多一點時間 才可以說更敏感的問題 因為這是關乎戰略上的東西 那麼 在香港裏面 有些人被Mine Control 他沒有社會責任 因為他覺得他在香港找到錢 然後打算離開 有些人是這樣想的 有些人在這裡找到錢 容易賺錢一點 然後他去享受 只是想他個人 他不會想他怎樣幫這個 其實這種人 他沒有想過 如果你幫了一些人 其實那些人會回饋你 其實社會就會輕盛 輕盛你就會更加輕盛 除非你沒有能力 我就沒得好說 通常一些比較沒有責任的人 才會說出這些東西 還有我也很想跟這位觀眾朋友分享 其實不是太對的 理念上 我是很希望可以分享一下 你在我的頻道內 分享留言 其實我也很感謝 我也很想分享我的見解給你 希望可以協調 因為刑事是一個罪行 一個罪行會影響那個國家 或者那個地區的形象 尤其是我們香港這麼小的一個城市 一旦就說香港人是這麼差的 你知道香港近年真的很差 這班人是想不知為何有個 叫做自毀傾向 我們正常人就不會自毀傾向 很想地區應成 很想地區威 我們都很happy 在別人面前威 別人稱讚你不威 但偏偏香港有一班人 現在是有點疏疏的 他就想自毀 他就覺得別人說他不行才是威 你真是沒得好說 趨他不像 歷史會審判一切 數五年後 看看五年後會怎樣 我相信五年後 整個中國 包括我們香港 會重新起來 這是我看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大家不要在其他地方犯罪 你一犯罪就會影響的形象 那個形象不是你自己 是全部的香港人 接著就是整個國家去做背景 不是這麼簡單的東西 不是你一個人的東西 你想想 如果香港差勁 其實中國的形象也會差勁 有多少人是想中國差勁 除非你是short 因為你是黃皮膚黑頭髮 如果你是離心分子的話 說真的 我就沒有什麼好跟你說 因為你一想要離開 而且你也想想想想香港的家 或者想想想我家 因為香港想想的 我自己的家也會想想 我怎會跟你做到朋友 這些東西就是我的思維 好了 這個就當作回應了這位朋友 接著有位朋友就問了 因為我在濟州島那條片裡 說過新加坡 香港是沒有獨立的條件 即是不具備獨立的條件 這位觀眾朋友就問了 不知道是不是一個哄 不過也當是一個意見交流 他就說他也不是很支持港獨 但也很想請教一下 或者知道一下 大家的意見 或者是我的意見 就是新加坡 為何他又可以獨立成一個國家 好了 為何他又可以自給自足 他又問這些問題 在這裏就比較深入一點 或者這條片可能長了一點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嚴長 可以推到中間 中間到中後 就會變成回應可白的事件 這位朋友就說 首先正常人或者普通人 看的所謂自給自足 就是來自糧食先的 即是在那個地方種植物 有食物供應 這些是自給自足 那新加坡是怎樣玩的 新加坡周圍的海都是資源 我們香港也很相近 不過我們香港海的資源 說真的及不上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旁邊已經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也是沿海 馬來西亞會提供大量的廉價海產 因為馬來西亞的幣值 都會比新加坡低一點 變得便宜一點 然後馬來西亞也是一個熱帶地方 也有大量的糧食可以供應給它 好了 我們香港不同 我們香港環海 你看到香港所謂的環海 那個所謂的魚獲收入 因為我們香港很少生胡椒 所以通常的魚是來自珊瑚礁 來自海藏 如果有玩水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沒有珊瑚礁 沒有一個有食物鏈的海藏 基本上是不會有魚的 那個是等於海洋的沙漠 所以我們的太平洋 其實不是任何地方都有魚的 我們的太平洋 就是大部分都是在魚類界裡面的沙漠 因為它沒有珊瑚 只有泥的海藏 或者有些泥蓋著甲苑的海藏 即是很複雜的東西 有時有些火山 但附近也未必有珊瑚礁 諸如此類 所以那些亦是叫魚類的沙漠 那是否有魚 魚就來自我剛才所說的那兩樣 所以有些魚船如果破壞海藏 那些魚就變成魚的沙漠 那就沒有魚了 所以為何要保護海洋 就要保護海藏 保護山蝠就是這樣 食物鏈 就是馬來西亞可以近距離 供給新加坡 好了 這就是正常人或普通人 在理解上的自給自足 不過這樣是不足夠的 另外一樣自給自足是什麼 就是那個地方的歷史 那個歷史很重要 這些就是政治學者或學者看到的東西 所以為何香港不具備一個獨立條件 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香港的歷史不容許獨立 新加坡不同 新加坡就是在1965年 我還未出生 因為我1973年出生 我今年五十多歲 1965年的時候 因為之前已經很嚴重 然後在1965年的時候 馬來西亞政府 就因為這群人太難管 就將整群人 即是現在的新加坡 整群人是踢出去不屬於馬來西亞 即是扔走他不要 即是看死他 這群人太難管了 搞不定 會影響到自己的國家 自己的國家搞不定的時候 還要管這群人真的不行 不如扔走他 其他政治理由 不知他的領導人是打什麼 但是扔走他 他就有一個叫獨立的條件 我們香港是不可以的 中國不會扔走過香港 中國人一直都想大團圓 那麼清朝就還清朝 我們現在的中國就還我們現在的中國 我們清朝職約被人打 就割走了 我們香港了 就租了 是不是 他都沒有說 這個地方是屬於英國的 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中國 即是我們香港 我們香港是一段很淒涼的歷史 就由戰爭的時候 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 只是說不接近 然後到清末 其實我們香港一點都不要過 但是現在的青年朋友 當然因為受到富裕的情況 當然不會知道以前是怎樣 簡苦奮鬥才有今天的香港 這件事就不要差得太遠了 好了 只是這個歷史條件 我們已經不能具備 當然有些專門吵架的年輕人 他就說 我們可以嘗試 現實還現實 政治的事情是不能嘗試的 因為一嘗試就打仗了 你現在看到俄虎戰爭 看到 你現在看到 尤其是猶撒冷的戰爭 即是加沙那邊的戰爭 其實都是來自試的 什麼東西大家都要嘗試 嘗試 那就糟糕了 好了 這件事不要說得太遠了 所以自給自足 如果政治層面 和戰略層面 我們一定要看 不只看糧食那麼簡單 只是糧食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科技在哪裡來 科技是用錢買的 用錢買回來的東西 所以小時候是玩不起科技 你現在看看 打仗的尼巴亂 怎麼買得起科技 買不起高端的科技 因為你現在發射一支火箭 全部都是高端的科技 全部都是要人才 以及要錢買回來的技術 你一個國際 是沒有可能具備這麼巨型的東西 不要說一個國際 一個地區是沒有具備這麼巨型的東西 如果你沒有具備這麼巨型的東西 遲早一樣是被人吞併的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 比較可怕些 他不知為什麼 經常玩一些侵略戰 大家都玩 這個又不要斜太遠 這位朋友 首先第一件事 自給自足 你看到的只不過是 那些人有沒有食物 但是你看背後 你看到多少東西 我發現 我要和你分享 水 新加坡是海水發彈廠 它要自給自足它的水 之前都不肯定供給它 我們現在香港 因為你知道 過去十幾二十年 有一班間諜 我狠心一點 用間諜來形容 它是專門搞回香港 因為我們香港強大 它不搞回香港怎麼辦 所以整班人在立法會內 沒有做過事情 但是打著正義的旗號 但它沒有做過事情 導致現在香港的情況 這就是一個等格交換 你這個城市要走這條路 你就搞成這樣 現在我們要團結一起 要建立它 那你又多辛苦 好了 一個地區 所以只是科技 你已經不能獨立 新加坡現在很多人去支持它 但是它的先決條件 是因為馬來西亞不要它 它才做了奮發圖強 做了這件事出來 但是它一樣存在著一個很危險的狀態 因為新加坡是 嚴格來說 正常來說 都算是沒有軍隊的 如果真的要打在仗上來 它一樣是被人吞併的 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好了 在這些層面裏 所以香港也不具備所謂的獨立條件 因為香港不跟新加坡一樣 但是香港人近幾年 都養成了一個習慣 就是好高無怨 看到別人的風光一面 就送不上別人 很想貼上去 擦鞋子 想搬車邊 什麼都做齊 但是它沒有留意到 一樣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香港 由始至終都是很強大 雖然現在是走了下坡 但是我們如果肯團結一起 其實我們是可以直線上升的 如果你的負面思想 不太重的話 只要肯團結一起 我們現在 面對現在這麼差的局面 就是因為我們香港人 應該這麼說 我們全香港的居民 現在仍然住在這裏的居民 還有你不是想著賺夠錢走的居民 不團結 如果我們團結一起 我們香港一樣這麼強大 你想想 經歷了一個 我認為它是政變的 19年的政變 因為你扔得汽油彈 倒得路 當然是政變的 這些還不是嗎 對不對 一個政變 一個新官 導致這樣 我們香港都仍然 你想想 餐廳仍然有人在這裏 你仍然是 有幾十元 還可以去吃飯 你看很多地方 真是淒涼到不淒涼 尤其是 你一落後地方 你看看非洲那些 一個新官之後 哇 真是 比以前更差很多 還有它想起飛回也很難 所以現在 那個基建 你中國所謂的一帶一路基建 就去幫他們手 這些有些政治謀論者 就說你要控制別人的國家 哪有 控制別人的國家 這些是做生意的 有錢人就去那裏做 還有 有些人 難道你不幫他嗎 我覺得是做得對的 譬如你非洲 你有哪些西方國家 是有幫過非洲的 你看看 除了他派過無國界醫生 無國界醫生 都未必是他派去的 他每年都是做一些 例行之外 有沒有幫過他的經濟 民生之類的 沒有 但是 你看看現在中國 真的肯去幫助這些人 他們是人 雖然他不是白人 但是他是人 白人裏面都是好人 對吧 你想想 其實這個世界 不只是好公務員 就可以令到地方 自給自足 可以獨立 那樣東西 不是這樣 我們 我們不跟新加坡 我們有自己香港的一件事 如果你去到新加坡 你就明白了 新加坡仍然是一個城市 你去到感覺是一個城市 如果你跟香港比 其實香港是很強大的 可以 所以在這裏 是正向的思維 如果你是負面思想 如果你是負面思想 就不會覺得這些是正向思維 因為你已經被人操控了 對 這個戰略上的操控 之後才講 現在還未是時候 因為太過敏感 好 濟州島那裏 我回應到這裏 因為近期都沒有什麼 他的報道 因為都知需 可能 那不論如何 接下來就馬上去到可白事件 那裏 可白事件那裏 我上一條片已經講過了 說真的 如果你要追擊他們兩夫妻的話 如果你要告他們的話 而有足夠資料 是很容易的 因為我這裏都已經講過了 有位朋友都會說 如果KOL不講他們 就很多KOL都會關門 他的意思是這樣 好了 在我上一條片就講過了 我亦不會品評其他KOL 因為我本身都是一個小小的KOL 沒有理由是平頭品足其他KOL 因為每個人的做法不同 你有你做 我有我做 那 我在這裏補充少許資料 反而是重要一點 我都希望觀眾朋友可以把我這條回應的片 可以分享 大量分享出去 他希望可以帶給這位新河太和可白 看得到 因為我發現他都未必看得到 我的頻道 因為可能訂閱未夠他們的要求 他們未必會彈出來 他們看得到 好了 補充少許 其實大部分KOL都在引用一件事 其實香港地區 這裏有一條就是 你不誠實使用文書罪 或者虛減文書罪 使用虛減文書罪 這些刑事罪行 其實他們最常用的一件事 就是第200章 第200章其實最慣性 你問任何律師都是第200章那件事 第200章它寫完全部的東西 包括你濫用別人的身份 你可能盜用別人的電腦 之類 有些是新加進去的 就是譬如你不誠實電腦使用罪 譬如你在網上 他們是不是在說 將別人的頭壓進一條銜片 其實這些都可以構成不誠實使用罪 其實要告他就很快 如果我要追擊他 可能都很快就已經追擊到他 可能要上庭那件事 如果夠了 如果夠了給我的話 就不用搞不久 在這裡 我也很想和觀眾朋友分享一件事 其實我們是否有必要去 去懲罰這個人 還是我們可以 在某程度上 我們可以用一些 比較溫馴的方法 去開導這個人 我就選擇 希望開導他 而不是想懲罰他 因為你懲罰他 說真的 他之後可能出來 他傻了可能會找你復仇 其實這些仇恨 我們是否一定要煲到這麼大呢 KOL有些為了賺錢 他就要做一些事情 我就不評論 但問題是否真的要做到 玉石俱焚這一步呢 很簡單 好像黃青霞的事件 黃青霞其實是因為他之前 真的不誠實 無認別人的事情 當然這件事全部都是刑事 你無認別人的飛行學會 這些事情是很大罪的 對不對 好了 這些的確是證據確鑿的虛減文書罪 所以警察那邊 不告他不行 好了 在這裡我很衷心這樣說 一件事就是 新何太 其實你的作風是不對的 真的不對 縱使有很多觀眾朋友 支持我頻道的觀眾朋友說 你對我彈琴 對著這些人 你跟他講經是沒有用的 這些人要以步逆步才可以對他 但是我都希望 在網上我都用一個小小的KOL的身份 就是想開導你 就是 其實說真的 賺錢還賺錢 你如果想靠這個頻道賺錢 你可以有很多正面去做 你現在已經有了少少的 就是叫名望 無論他是 或是 都叫名望 很多人認識你 你其實可以在這裡 可以做一些正面的事情出來 可以改行做一些正面的事情出來 其實回憶會大很多 你在網絡上 可能觀眾受眾會更加大很多 就是 因為你改齊規定的時候 總會有一群支持你的人 會繼續支持你 還有有一群欣賞你的人 都會欣賞你 但是你現在繼續下去 滿天歪來做事 更何況現在KOL界已經聲稱 因為我未看到證據 未證實就只可以說聲稱這個字 其他KOL不要誤會 我沒有其他意思 其實他如果是掌握到你真正 實體上的證據的時候 其實要告你 或者是去警察那裏做事 那件事其實是很快的 在我這邊 我的見識 從來都不會超過一個月的事情 因為你說真的 如果有見證的時候 你去報案 跟著警察那邊做不做事也好 他會給你一個feedback 現在很快就會有這些東西 不會很久的 不會拖到現在這樣半年 如果拖到現在這樣半年 其實就是你可能走回 之前再律上一兩條片 你都想著那件事會不會炸回KOL 其實都是一個肉食俱焚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說真的 如果在這個200章裏面 阿新何太 如果你是真的衰了 有證據被握在手的時候 那些200章那裏 最高監禁是14年 所謂最高監禁 他跟著還有罰款 當然你是想著自己難命一條 跟別人拖一拖 人家是否真的有料 還是你真的沒有做過被人屈 那件事 想著拖一拖 如果真的有做過的話 你在這14年裏面 隨時的官方輕判你都兩三年 那你有什麼為 即是搞單這樣的事 跟著就要搞到要坐牢 跟著你坐了牢之後有案底 我估不論你現在是否用了別人的身份 不知道 但你有了案底之後 有很多事情你做不到 第一 你口口聲聲說做生意 你做什麼生意 你有了案底之後 人家就會 沒有得借錢給你 正規的銀行沒有得借錢給你 你只有去一些地下渠道 甚至乎一些財仔去 看看別人借不借到給你 那些全部都高息 因為你沒有錢做生意 你又想發達 如果真的要坐牢的時候 其實你出來什麼都沒有 要不要搞成這樣 不用的 你正常一點 不論你現在 人是罰罰罰罰也可 或者之前殺人放火也好 我不管 因為沒有證據 也不知道你以前做過什麼 但問題 現在 有收手的機會 其實你可以收手 就不用 如果有證據的時候 拿去做事 別人一告你 說真的 阿翁靜貞已經很有禮貌地跟你說 法律是很漫長的事情 如果他告得 其實他有隱藏了少許的玄機 他不會全都告訴你 有少許的玄機就是 他會不會在做事 如果他在做事 他不會說 另一個玄機就是 很漫長 這件事 如果你深思熟慮少少的時候 他會不會在說 我猜一下 他會不會在說 越漫長的官司 就會告得你越嚴重 你想想 你如果是 盜用別人的事 第二百章裡面 已經是十四年判了 好嗎 好 接著其他事情 如果你在國內 濫用別人的身份 這件事很難說 這件事 不知判多少 好 在這裏 就希望 在這個新河太 和可伯 你都收手 鬥氣 鬥到坐牢 我站在一個 很想開道理的人 我就會去批判性 去說一句 你不要 將自己變得 真是瘋狂 和人鬥氣鬥到要坐牢 又不幼稚了些 或者天馬行空了些 你是不是想拿 全世界的創意分 即是創意大獎 不要做這些事 做人舒舒服服 好些 收手 收手 好了 接著 講到剛才的身份問題 有位觀眾朋友 我在這裏 終極回應他 都是 大家都可以看到 留言區那裏 就說 哎呀 他說我 對中國 認識得少得可憐 然後他也有禮貌 說 其實這件事是發生在中國 而在鄉村裡 其實很容易 好 這位觀眾朋友 我又要回應 你要說 哪一條村 你不方便說 你透過我十一兩條片 有個電話 你不如WhatsApp我 哪一條村 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如果你有增盆實據 你告訴我 不要客氣 你真的告訴我 哪一條村 我可以去採訪 原因為什麼 在這裏 我很不同意 你所說的 整個中國 我完整地繞了一個圈 然後中間有些位 我沒有去到 包括 四川裏面的悉達 因為我想去悉達的時候 剛剛那一年 我去到他的縣市 叫做玉樹 剛剛去到玉樹的時候 適達那一年 就是剛剛 他搞抗爭 因為你知道 喇嘛很多時候 都搞抗爭 我就進不去 所以我沒有去到適達 四川很多 那些盤地 或者山區 我都去過 旅遊區 那些都講完 四姑兩山 黃龍 甚至乎邊皮 我都去過 康城 阿丁 那些 介乎雲南 那邊 我都去過 康定 那些都去過 整個中國 如果在西邊 我只是沒有走過 新藏公路 而入西藏的兩條路 因為它共有三條路 兩條路都走完 即是田藏 即是雲南進去那條 村藏 青海進去那條 即是青藏 新藏 即是新疆去西藏 那條沒有走過 因為那條路 我想去 但沒有人陪隊 因為那條路比較難走 沒有人陪隊 就不敢去 好 在這裏 這位觀眾朋友 就是 整個 廣東 即是整個 中國 其實我都繞了個圈 不斷看過 那些民族 那樣東西 所以你說 哪條村可以做得到 最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它要改身份 就要改到 就是它的出生年月日 還有它家族的父母 以前鄉村 裡面有個生產隊 是管理這些東西 你說 有些村是還改到的 不妨你告訴我 好 這條片就到這裏 我們下條片見 Thank you 大家的支持 我們多些擁抱正能量 我們下條片見 Thank you 大家 Bye Bye 現在 我們下條片見 你為了 我們下條片見 你給我們下條片見 我們下條片見 有些東西 我們下條片見 一圈 我們下條片見 在這裏 李克雅 我們下條片見